人作最新潮雨的麗士風 收到麗士的人會不會多了一份喜悅 慎然想為家裏佈置一番 但又嫌傳統的揮春無創意 這幾款由本地策劃師設計 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展紙揮春 可能適合你心水 看到我們的東西可能比市價貴一點 可能有街外的人未必很明白 可能就會覺得有點貴 所以我們都會解釋 其實我們做少量 要他們支持原創和獨特性才會光顧我們 這個富有中國色彩的救物袋 由人手製作 限量只有一百個賣二百至四百元 設計這款救物袋的林偉強 現在還在讀港專設計 他讓一千元在商場租了這個攤位 推銷自己的設計 預計銷成都可以的 因為我們第一天已經圍回本 賣了一些袋子出來 已經圍回本 想這個機會 我想最重要的不是賺錢 是想拿一個經驗 還有一個機會可以宣傳自己 有扮嚴貨的市民 就說支持本地的創意設計 獨特一些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撞款 有時候在街上買來買 很容易撞到款 如果它這些 那外面見不到 除了一系列具有創意的 勞年精品擺設等的產品 商場的燃燒市場 當然不少得漢年食品 人內地的遊客 就趁農曆新年來香港辦燃貨 賣兩萬元 只能買鎮口食物給小朋友吃 買電器和化妝品 在農曆新年這個黃金檔期 在觀塘的商場舉辦的燃燒市場 引入了本地的年輕設計師產品 今年共有46個餐錢攤位 比上年身家一成 商場估計 今年燃燒的生業額可以達到1600萬 整體人流會有330萬 比上年上升超過一成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雄音報導